这次妖标谈判 我们的售后服务和产品质保 整体都是三年 具体的价格 根据我们当时谈的情况 然后再定 王经理 这个现场情况 我都知道了 咱们这次的最低底价 就报68万吧 对方的底价比你们第1万 而且质保比你们这边还要长一年 所以不好意思 咱们下次有机会再工作吧 嗯 好吧 好吧 他们怎么知道我的底价 和售后服务时间的 难道是有内鬼 还是电话被窃听了 不会有窃听器吧 发现可疑设备 请注意查看 发现可疑设备 请注意查看 如果本来点空间的话 别提换拜托的 我都知道 ¿ 发现判立场 收尾 我都不轻的 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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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就是一个没有屏幕的手机 没有键盘 事先预留好的电话 一拨通以后它会自动接听 把周围的声音发送出去 它还可以通过声音来自动拨号 当你一讲话的时候 它会自动拨通预先留好的手机号码 然后实现通话传输声音 我们可以通过专业的真码设备 来找到这种SIM卡式的试音器 侦测到它的卡码设备码 通过场墙和频率的方式来找到它准确的位置 这种SIM卡式的试音器 我们可以采用信号屏蔽的方式 把它的信号阻断 使它的声音不能传送出去 我们的办公室会议室 很可能存在这种SIM卡式的试音器 为此我们在开重要会议的时候 重要谈话的时候 可以开启这种信号屏蔽器 来阻断这种SIM卡式的试音器 窃取我们的秘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